今天我们一样继续来讲 Adiabetic Process 一开始先跟大家做一些Introduction 让大家有个感觉 什么叫做Adiabetic Process Adiabetic Process在这边指的是这样 假设有个系统 它在环境里的这环境里慢慢慢慢的改变 这就好像说我们有一个随着时间改变 T 然后我们本身一开始呢 可能是处在某一个状况 Hamiltonian Initial 那从T等于0的这一点呢 我们开始有一个很缓慢很缓慢的改变 到了大T的时候呢 它变完了 Hamiltonian变到末后的状态 OK 这个呢我们叫做Adiabetic Process 当然当然这样子讲我们不了解什么叫做慢的意思 那我们就会赶快来定义什么叫做慢 我们来看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呢我们的无穷方简 假设这是0 这是A 那我们知道呢 它在这个地方 无穷方简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它会有一个解 对不对 我们会有一个解 假设这个解呢 是ground state好了 随便 这个某一个state就对 OK 那假设一开始呢 它处在这个状态 那么现在呢 我们经过一个改变 假设这个改变是什么 very slowly very slow 我们怎么改变呢 我们把它宽度拉大成了两倍 0到2A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state会变得怎么样呢 我们就说 假设拉大成两倍之后呢 它还是维持在原来的状态 假设是ground state 就是ground state 假设是第N个state 那我这边也是第N个state 只不过 你知道这两个一定有所不同 这边这个Nstate的 这个NI呢 是由hamitonial initial而解出来的 的一个agonstate 那么变到最后面呢 这个NI呢 虽然说也是第N个 但是呢 它是属于后面这个hamitonial OK 那么假设说 我们说 那变很快会发生什么呀 sudden change 假设你瞬间 很快很快地变过去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发觉这个系统来不及改变 它会维持在怎么样 那个瞬间呢 会维持在原来的地方 然后这个变成没有 之后呢 这个再下去改变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以前啊 很早以前 我们在解的时候呢 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例 一个西题 就是当我们这个 无穷方形的宽度 突然间变为两倍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它就告诉我 但是慢慢改变会变这样 但我们晓得 这两个是有所不同的 这个我们要keep in mind OK 好 那么假设要这样子 就代表这里面一定有个什么时间不一样 你看看 第一件事情 我这个地方呢 本来是A 现在要变成2A 那它是不是要扩张 一定要扩张 那扩张有需要一个扩张的时间啊 它从A变到2A 到底需要花多少时间 假设这个change过去呢 它总共花的时间是T 花了T的时间 上面这个 OK 花了T的时间 那么 它这个T呢 我们称之为T1 这个E呢 就是什么 External 特征的时间 OK External 那么它里面呢 一定有个自己的时间 I OK The Internal Time OK 假如说我们把这个呢 因为我们知道 它的解看起来就像个震荡 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震荡的意思呢 也就是说 这里面这本身的反应 一定要很快很快很快 所以说你外面的改变啊 你就感觉到很慢很慢 所以说呢 我们就严格要求啊 这个T1怎么样 一定要很很大于Ti 这个我们才叫做Adiabetic Process OK 所以呢 常常我们在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从这个地方来思考 它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且呢 而且呢 这样子呢 就可以给我们一些ID 比如说呢 在学分子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Bond Approximation Bond Openhammer Bond Openhammer Approximation 它是什么呢 假设我们要考虑个氢原子 那我们怎么去知道氢原子的状态呢 第一件事情 我们很想要知道氢原子呢 它到底平衡的状态的时候 两个距离多远 它有什么 它的Ground State Energy是多少 但同时 它也会因为热扰动 它会在这边震荡啊 震来震去啊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两个讯息呢 那么它的做法是怎么做 它的做法 它是什么 这个Molecular 第一件事情 很简单的是怎么样 它分成两个步骤 它就把它分解 第一个部分呢 假设 这两个呢 一开始是Fix 而且是什么呀 静止的 然后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开始来计算 And solve The Ground State And Energy 我们就来解决 它这个系统 本身的Ground State 跟Energy 那假设是这样 就代表 它们两个的距离 你就可以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改变了 当中一个距离 我们就可以改变 那我们就把它各个呢 距离不一样的Ground State 通通解出来 解出来之后呢 你就会找得到 The Minimum Energy R等于R Star 假设有Minimum Energy 那么我们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 它平衡在R Star的地方 系统能量呢 就是这个最低的能量 这样看起来 很容易嘛 我们就可以解决掉 怎么样 The Equivalent Distance Between Two Nucleum Nucleum OK 这个是Equilibrium Equilibrium Distance Between Two Nucleum OK 那么我们就可以解决到 这两个平衡为止 那紧接着我们知道 它会震荡啊 那怎么震荡呢 很简单嘛 我们刚刚算了个老半天 你不是已经算出一个怎么样 坐标位置 两个的距离 跟怎么样 Internal Energy的关系 你是不是得到一个 类似这样子的关系 对不对 那我们就说最低的地方 所在地 就叫R Star 就是它们两个的平衡为止 那么假设呢 我们就说 它只能够在这附近 做个小幅的震荡 那是不是相当于 你已经给它一个 类似什么呀 类似减结震荡的为难 对不对 简单一点 可以把它加强成 减结震荡为难 复杂一点 震荡一点了呢 你就把它 整个的形式 把它摆进去 那么从这边 就可以求出来 它什么 Oscillation 的一些状况 包括它 Oscillation的Energy 包括它 Oscillation的State 对不对 Oscillation的Frequency 我们全部都可以知道 那么这样子 我们就将 这整个 氢氛 氢氛氛氛氛的状态 整个都把它解决掉 那么这个就是 类似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又请大家 把左边的这个状况 再做一次 那么这个就是Hongward 10.1 就是各位呢 发下去 刚刚给大家的第一题 好 所以请大家 回家坐一坐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一下 果真你慢慢变 它就会这样子变过来吗 它为什么要跟着你变过来 遵守这个 到这个定理的时候 我就可以变得过去吗 所以我们可以做个 很简单的 一个证明 OK 所以呢 我们这边速度要快一点 好 我们来看看 假设 H Plung Plung 这个Perturbation 它现在是跟着时间有关系 它前面是一个系数 V 一定的大小 乘上一个跟时间有关系的函数 这是我们的吗 第一个 OK 也就是说怎么样 我们呢 而且我们要求这个FT啊 它是怎么样一个函数 起码 F再等于0的时候 它是等于0 OK 这是第二个式子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Hamitonium 画一条线呢 这是时间T OK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可以画一个 这样子 所以一开始呢 它有一个Hamitonium V OK 这个是大小是V 然后呢 随着时间的变化 假设这个时间啊 我们变化 变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们假设是这样 那么呢 它就会从啊 一开始是0啊 那抱歉 0呢 那它就代表它没有 OK 没有 那之后它变成为V 所以一开始是这样子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它很缓慢 很缓慢 很缓慢的 到了这边评价 OK 我们假设呢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 好 那么这一句就告诉我们说 在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Perturbation的Hamitonium 根本就0嘛 没有Perturbation 没有Perturbation 你解到的就是在 原来Hamitonium上面的解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时候呢 因为是最开始的时候 OK Initial State of the part 我们叫做Persi 在实践的0 我这边写 这样子 T等于0的时候呢 它一定是等于某一个状态 I叫做Initial 对不对 或者是 O 或者是你喜欢把它写成为 Ni 都可以 随便 OK 所以呢 这个的时候 就告诉我 这个是什么东西 the eigenstate of non Perturb Permitonium OK 我们上次 没有Perturbation 是0是写上面 还是下面 上面嘛 好 那我们就这样子 好 那么现在呢 Final state 假设我一直变 一直变 变成最后面 最后面 那 我们叫Persi T 因为呢 你变过去了 已经变过去 就叫做T了 只是T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我们的目标是干嘛 我们目标是说 你一开始是在这边 幕后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就代表你的状态并没有改变 你在N个state的 就维持在DN个state 只不过一个DN个state 是最前面的DN个state 另外一个state是 之后的DN个state 如此而已 OK 所以呢 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是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是说 假设 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讲 DN个state 我现在并没有变 那么 我是不是 the goal of this proof is 我想要知道 就是说 幕后的这个状态 Persi T 跟 之前 这个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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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新的哈密托尼之后的第2个state 这两个的正交 我再去计算它的平方值 它一定要告诉我 假设它维持在第2个state 当然是之后的哈密托尼 第2个state的话 那么这两个正交起来一定会等于1 OK 我们把这边叫做M好了 这个我把它写成M 假设不是呢 那么就是0 那我们要证明的就是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看 来prove OK 第一件事情 因为这是个persurbation V呢一定要怎么样 很小 这个是个基本要求 所以呢 当时间怎么样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呢 事实上它进入另外一个状态 对不对 进入另外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就代表 我们的哈密托尼尼尔呢 会等于原来的哈密托尼尔 再加上一个h' h'是什么 是个哈密托尼尔 再加上V 因为呢 时间变得无穷大之后呢 我们这个ft啊 无穷大的时候是E嘛 所以哈密托尼尔就变成V 我们现在呢 就变成说persurbation 变成一个time independent的persurbation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待它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可以什么 we can see here we can see here the final the final state phi and f can be estimated by the time independent 那么 这就很简单了 我们就到前面去查 它之后呢 应当是等于怎么样 既然是approximation嘛 所以这边写个写个 它就等于原来 怎么样 在DM的状态 原来 原来是 是什么时候 当只有H0的时候 就相当于我们前面的这个 引力学的状态 原来的 但是要加上一些修正啊 因为我们从没有V 现在变成一个加个V 对不对 加个修正之后呢 我们到first order first order 融合V KM over EM 减掉EK K 不等于M 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既然这个是有目标 然后我们把它定为第三个式子 这个就第四个式子 这个是呢 时间等于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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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事实上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 你用Time Dependent下去描述它 最后得到结果应该差不多嘛 对不对 感觉上好像要这个样子 所以呢 我们就来看看 Mainwhile 在这个同时呢 Time Dependent Perturbation Perturbation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the transition OK 那么我们就用到first order 那么first order的 Time Dependent 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就说这个时候呢 它的Persi呢 在T 的这个变化 我们写个小T好了 因为随着时间改变嘛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会怎么样 它一定会是原来的 没有Perturbation的 时候的状态 在成长随着时间改变嘛 本来只是这样子 本来 原来的Time Dependent的解 再乘上Exponential I E L T over H bar 这个是 没有Perturbation下面 随着时间改变的 Schilling Equation的解 那现在呢 你已经加入一个 随着时间改变的Perturbation了 所以没办法 我们就说 那么它的解等于什么 我不晓得 但我可以用原来的 来做线性组合 Right 好 现在呢 线性组合这边的系数呢 我们叫做Cl OK 之前呢 我是用D 这边我用换成C 为的是说 当大家找到这本课本来看的时候呢 起码符号是一字 OK 好 你不用变来变去 好 那么起码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假设它 那么就像当你说 Time Perturbation上面 你只要把Cl 求出来就好了 那事实上上次 就已经全部求出来了嘛 对不对 我们已经知道Perturbation呢 到First Order 这个时候它会长到什么样子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时候它会长得怎么样 好 那 从First Order Time Dependent Perturbation Approximation它告诉我们 C L T 会等于什么 两个式子 第一个 E 减掉I over H 然后一个积分 V N N 然后一个积分 0到大T 0到小T 就可以了 任意的时刻 F T P B T P 这个有什么先决条件呢 是当我们L 要等于N的时候 N是什么 Initial State 不要忘掉 N是Initial State 对不对 Initial State 我们上面会加个I嘛 后面我就通通都不这样写了 反正你看到没有加什么index的 这个N 就是一开始 OK 好 那么 这个是说 我原来的这个State 现在呢 它是不是还维持在原来State 你的这个Probability有多大 对不对 它可以讲 原来是E嘛 为什么原来是E 因为它原来就在N啊 当然出现几率百分之百 类似这样 然后现在随着时间改变 你可能有一点点变动 不太想要处在E的状态了 OK 好 那么变到非E呢 既然你怎么剪掉 剪掉就变成它的吧 对不对 它有点负的I over H bar 那么现在里面会变成 0到T F T bar expansion I EL减掉 EN T over H bar 比T bar OK 它就要写成这样子的一个式子 我们把这个呢 叫做第六个式子 OK 第六个式子里面 我们稍稍微把它处理一下 因为我们很想要知道 CL到底是怎么样 第一个 L2是等于N 那就是原来这个State 经过这个 Slowly Vari Vari 的 备选之后呢 你还存在这边的一个几率 对不对 当然要平方才有几率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当你 随着这个变化完之后 你可能跑到其他State上面的一个几率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个要怎么解 第一个先看看这个 这个呢 我们可以用个很简单的一个式子来写 Exponential I的EL 减掉 EN T Plant 所以H bar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什么样的东西 写成个这种式子 请大家看 可以写成这边 你看看 我把这个东西要V DTPlant Exponential V1 还是Exponential 对不对 然后呢 在V里面这个 就会多跑出前面这个系数 I EL 减掉EN 假设我先把它除掉 是不是变成FuI OverEL 减掉EN 把它除掉 H bar 本来在分 现在把它分子成一个 整个都除掉 剩下就是它自己 没错吧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CL L不等你N了这一下 它会等你什么 我们整理一下呢 它就会变成Fu的VLN 除以 VLN 减掉EN OK 抱歉 这边少掉一个 我少成了一个 这前面呢 改变一下 VLN OK VLN 好 那么呢 我把这个提出来 然后后面照写 0到T F TPlant 那后面就是要V 就是这一大串 D 底 TPlant Exponential I EL 减掉EN TPlant Over H bar 然后呢 再对底TPlant 积分 好 这个怎么做 这个我们用部分分子就可以做了 部分分子就是这边跟这边分开来 你看 左边的 我把我要 我把它分成两下 左边这个呢 我就先放F TPlant 右边这个呢 是D Over D TPlant 的一个 中关五 的这个积分 对不对 然后紧接着呢 我就把它微分一次 是不是 D F D T 那这边积分 对D TPlant积分就不见了 就变成它 那最后呢 这个部分分子呢 就可以等于西数项造写 那后面就变成两项了 第一项 这要用大刮符比较好 OK 第一项就是FTPlant 成长这个中刮符 那事实上就是Explanetual I EL 减掉EN TPlant Over H-bar 这整个呢 我的积分是从0到T 对不对 在减掉 后面这两个相乘的积分 后面这两个呢 0到T 第一个是它的微分 我就会变成这两项 对不对 这个没有问题 好我们来看看一下 这边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一个你把T带进去 当然就FT了 后面呢 也就变成T 所以存在 第二个把0带进来 F0 F0是什么 F它是个特别的海洞 它在时间等于0的时候等于0 跟无穷大等于1 所以F0就是等于0嘛 那0那就没有内向 你只剩下T的内向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OK 好 第二个呢 我们说这个F 这个Slowly Vary 这个是变化很缓慢的 很缓慢是什么意思 很缓慢 也就是说 假设这个是FT 那么就是DFT DT 这个是求取FT的斜率 FT在前面是平行的 在之后也是平行 因为都等于1 所以斜率等于0 那这当中的变化怎么样 缓慢的意思就是很小 对不对 很小 这个很小 算了 就把它丢掉 OK 很小 那就不要了 OK 所以呢我们只剩下前面T的内向 OK 所以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OK 所以呢 最后面呢我们把它通通带进去 看看 很小 直接丢掉 OK 它现在并不要把它丢掉 它假设 它会小于这个 它会小于这个数字 OK 不管怎么样 最后面整理完之后呢 直接把它拉到T的话 记住哦 直接把它拉到T了 现在不再是小T了 这边的进度有一点点快 对不对 我是说这个计算速度有点快 反正你们算一下就知道 OK 那么它就会什么 趋近于 E-I-V-N-N-A- 除以 H bar 減掉 summation 或等於 N V L N 除以 E L 減掉 E N 再乘上 X分 負 I E N 大 T over H bar 它就會變成 這個式子 其中這個 A A是什麼意思 A就是你把 F T 積分起來 OK 就是等於這個樣子 好 我們最後面就是希望能夠算到這樣子 也就是我們這邊呢 一定會等於一個上 對不對 這個上有包括 是N的內向 以及非N的內向 所以我們大部分呢 等於N的這一項就寫在這邊 非N的內向就寫在這邊 OK 就寫在這邊 OK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抱歉 對不對 一定要有 好 那麼現在已經有了這個了 那我們目的不就是要做這兩個 的內積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做這個 所以呢 那 我們把上面這個式子 第七個式子 OK 把它帶到第三個式子 把它帶到第三個式子 OK 把它帶進去 我看看 第七個式子 重新來寫一下 第七個式子 和第四個式子 然後帶到第三個式子 第四個式子 隨著時間變化的 5T 這把它糾結出來 第四個式子的是什麼 已經變化到後面的那個 沒有Perturbation狀態了 沒有隨著時間改變 Perturbation狀態 那個State OK 我們把這兩個 帶進去之後呢 你就會得到 第一個 還沒有平方之前 會得到這樣子 OK 我們想知道這個會變成什麼 所以你就把這兩個 這一個 跟這一個 做內積 OK 這一做內積之後呢 你發覺啊 不必太擔心 只有幾個項會存在 我們可以得到這樣子 但是我們下面第三式子 要做的是他的平方向啊 所以他的Complex conjugate 要乘上他自己 對不對 一定要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把它 做 下面 這個是說 我們乘上 原來的Initial State 那麼 假設我現在把它 乘上 不一樣的 的State OK 其實我 n 不等於n 在這邊 那麼他會等於什麼 他會等於另外一個式子 比較複雜一點 1 再加上I VN 跟A 前面完全 相似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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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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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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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再剪掉EP 之后再生了Exp.I.E.N.T.H. 就变成这样子 再整理一下呢 可以整理出一个比较简单的缝 我们把它抄在这边 OK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子一个释子 我们把上面这个叫做第八个释子 下面这个叫做第九个释子 你看这边有什么特别的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这里面呢都会跟着V这个东西有关系 这个是常数项 对不对 那这第一项呢 V只有一个VNN 它被这两个state夹住 求取V的期望值 这个呢 V呢被Kstate跟DNN的state夹住 然后求取它的平方 那第二个这个释子呢 里面都是两个V相乘 或两个V相乘 这个也是两个V相乘 那V是什么 V是指这整个的变化 既然是perturbation V要怎么样 很小 那么V的平方呢 是不是更小 那就不要了 所以看起来呢 这一项呢 我们根本就不要理它 因为它太小了 太小的结果就是 统统把它别给 这一项呢 它就把它丢掉 我们只剩下前面这一项 这样子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来就代表说 这个 趋近一道零 这个有两个相乘 趋近一道零 这个有两个相乘 趋近一道零 所以下面这整个释子 就是零嘛 对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变成 这样子 所以这个释子呢 它前面是一个实数 加上一个虚数 乘上expansion i e n t over h bar 然后最后面呢 我们就算出来这个了 我们要把它做个什么 平方向 下面这个n不等 m不等于n的 m不等于n的 它已经告诉你 自己沉积起来 内积起来 已经是等于0了 所以平方向也等于0 就正 第二个 这个的平方 一定是这个本身的 complex conjugate 乘上自己 complex conjugate 就是1 另外一个是负的 i 负i 再乘上自己 1加i 就你一做完之后 你发觉它等于多少 等于多少 蛤 是不是 就是等于一个 程序值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一个证 那确实 经过ρ 给苏ge dn的状态 变到最后面之后 到dn的状态 虽然说前面的N跟后面的N 是两个不同的哈密通缘 但基本上你DN的状态就是DN的状态 你会不会存在寻到其他的 不会 那么假设我们问你一件事情 假设这个V的本身很大呢 不能够忽略掉呢 我们不是说假设它是可以忽略吗 可以忽略的话 它平方向就可以忽略掉 那么假设它 无法这样子做 它够大 那你怎么办 简单 我就把这个process 假设它变化是变化到很大 我可不可以把它切成N的等份 每一个等份它变化都是有一点点 那是不是每一个等份的变化 变过来 还是维持在DN状态 变过来又维持DN状态 一直变到这边过来 还是维持在DN的状态 OK 所以呢它就告诉我们 只要它是slowly change 重点是FT要slowly change 不在于V的大小 OK V的大小是牵扯到perturbation能不能适用的问题而已 而不是这个idea本身能可不可以 OK 好 那有什么例子可以当作我们的example呢 我们呢快速来看一个例子 我把这个地方 插掉 OK 我们假设这个呢 First Order Time Dependent的这个perturbation theory 公司大家都记得了 OK 这个记不记得 OK 假设了 没有问题 我们都记得了 所以我跟大家跟你讲说 我用哪个字 哦没问题 记得了 OK 上次有学过 好 忘掉也没关系 好 那我刚刚听到下课声音 我们休息五分钟 五分钟就好 不要太久 好不好 因为我希望今天可以把这个部分 全部把它讲完